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以及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出席台北市议员徐巧新举办的日之学术活动 大方搭着彼此的背展现团结 入座后也互动热络 频频交谈 致此时朱立伦对于有这么多年轻人 愿意参加蓝银活动表示开心 国民党这么惨 这么烂 这么小 对不起 江主席 我的意思是说 过去这段时间民众的评语的确也是如此 让在这个最坏的情况之下 大家还愿意来参与一个 跟蓝银跟国民党有关联的一个活动 在致辞时 银银有较劲异味 不过受访时针对外界分析朱立伦近来动作频频 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更直言 朱立伦有争2021年国民党党魁的企图心 两人是轻轻带过 我们每一位都有企图心 你也有企图心 大家都有企图心 我们今天有一个共同的企图心 就是为年轻人 对 不过回过头来 我还是一句老话 我跟启臣都有一个共识 我们都是希望说国民党越来越好 对于消息传出 朱立伦要拉拢新北市长侯友宜 前总统马英九结盟 而江启臣则是拉拢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来抗衡 对此江启臣表示是子虚乌有 并和朱立伦异口同声说 国民党只有防律联盟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汉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